我一定是传统的 一定是中国的和本土的那个民族的立场 不过你简单的说科学话 它就练不成我们的态度群 那你这些连我们的哲学你都锁了 那我说我们的弘扬中华文化 就是一句空谈 我的交流了百分之后 就这样谁伤了谁都不 大家前面都说科学话 规范话 加强管理 我说我都同意 让我只说一句 我同意规范话 我不同意简单的说科学话 如果你简单的说科学话 它就练不成我们的态度群 你也发展过来 你定量之后还势力太平衡 你告诉我 它是个体生命的修炼的推广 个体生命的感悟 一个老师一个样 一个恋者一个样 但是这里边你可以说太育权理是一个 可是这恋的感受是一种一样的 是吧 体悟不成 我说二一个 如果你不承认太育权是中国哲学文化历史造成的 那我说你不是把中国文化都扫掉了 那意思说太育权不科学 因为当年上个世纪说中医不科学 那你意思我们的太育权不科学 就是我们诞生太育权的历史 五千年都是假的 那我们诞生太育权的哲学也是假的 等于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独到的能力 那你这些连我们的哲学都扫了 那我说我们的弘扬中华文化 就是一句空谈 这开育权这个听着 余老师就跟我说 这听就是在间接不接的 不是完全 对对不是完全 但是又不是不完全 对 所以所以他不说这种东西 所以余老师什么 余光文老师 是皮毛巷 皮毛巷也说这个练功的人 打完拳以后 八万四千毛毛 全都给出 对对对 那个毛巷也立起来 毛巷立起来 他那个汉毛毛毛毛立起来 当然就就有点 就有点好像没结成 但是他已经不出 就像那个蟋蟀那个注射的时候 他已经碰到了 所以就是 他是因为这个皮毛巷的 你挡 一直到我脚底下 忽悠一下 忽悠一下 九十几岁 九十六岁 哎呀这个你 我说 我说老师啊 我说我这脚底下 让别人忽悠一下 也不容易啊 我说您这么高领腿 还摔过了 还能让佛老 马上瘤了 哎呀佛老可有福 佛老一笑 我告诉过你 报家功夫上升 终身不退 我问他 哎呀我说 老师你教完这个 我说怎么跟李金武老师 和我家乡的那个启蒙老师 余老师 余老师 我说怎么很像啊 不老一笑 道只有一个 对了的 只有一个 错了的千叉万 不老原话 然后他说 天生的月亮就一个 合理的月亮千万个 我那年在俄罗斯 一二年 我去教派基权 跟我要 就有点小挑战的样子 他要偷袭我 我这手一封锁他 我就问反应 他要干什么 他要跟你交流 我说交流要打个招呼 我说这样谁伤谁都不好 我说休息十分钟以后 第一个让他 他穿着一身 那个唐装黑的 上面还绣着金 那我们就搭手 话音刚漏 他就扑过来 我夫人陪我去 这一扑过来 我当然他这两手 直接就奔我这来了 我这一反应 啪 俩手就嫩了 啪 就自己一下 给他嫩做的 那个折叠 25个学员 没得人 用个简易的折叠 我就给他 安坐的这一扑 他第二下 扑起来更好 他们选直接就过来 他就不是 就不是那个大手 他实际就有点散手 他这第二下 这一过来 我照样还是这一下 啪 这手一翻着他 这手就过来 又一下拿着他 啪 又给他打到这个 这一手 他这个一个脚踩到 这一腿 他差点没跌起 往前 一下接住他 我就问反应 我说你问他 还交流吗 他问他 他说 他是我们俄罗斯 前空手道官员 我说你也没介绍 没说 他说我忘了 我说什么忘了 就是你弹牌子 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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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